张曼玉时隔17年重回春晚舞台 她的一生究竟是怎样的励志传奇 图文 达人君君 近日春晚第一次彩排进行 立马就上了微博的热搜排行榜 就有网友曝光参加彩排的明星 随后更有媒体爆料今年春晚最神秘嘉宾不是之前的周杰伦 而是女神 张曼玉 根据爆料 张曼玉将和王凯 杨洋三人合作演绎一首温暖催泪歌曲 我的春晚我的年 主场之王凯杨洋 张曼玉则带来一段情境表演式的演出 相信这节目将会是今年春晚的最大卖点吧 值得一说的是上次张曼玉上春晚还是和梁朝伟一起演唱《花养年华》 如今已隔17年张曼玉再度登上春晚的舞台 这不得不令人期待 那时候的张曼玉刚演了《花养年华》可谓颜值的巅峰 他和梁朝伟的《春晚》牵手的一曲《花养年华》不亚于王妃那英子相约酒吧 除此之外 今年的《春晚黄博》还将与陈伟婷、张艺兴一同演唱歌曲 这样的搭配是不是很新颖呢 张曼玉 张曼玉1964年9月20日出生于香港 祖籍上海、影视演员、音乐人、国家一级演员、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 张曼玉9岁随家人移居英国 和许多参加选美的女孩一样 张曼玉也希望通过参加选美节目改变自己的人生 有点包牙的女孩就是张曼玉 这是17岁的张曼玉 那一年她从第二故乡回到香港被星探发掘当兼职模特 谁也没想到这个琴瑟的小丫头日后 会让整个华语影坛为之倾倒的女人 1983年 张曼玉赴香港参选港姐 获得亚军级最上镜小姐头衔 随后张曼玉以港姐亚军身份 回到自己的第二家乡英国参加世界小姐选美 与当时的马来西亚小姐杨子琼 做三首度碰面 没想到日后儿人都成为华人影坛的大姐大 后来张曼玉开始走出选美参加电视剧的拍摄 这是她早期作品电视剧新扎石兄的剧照 一个可爱十足的丑小鸭角色 张曼玉早期的作品还未能摆脱花瓶美女的称号 拍摄《玫瑰》的故事的时候 导演杨帆亲自拍摄张曼玉的游泳装照片 《玫瑰》曾经是张曼玉的一个招牌 也是她的一个缺点 为此张曼玉进行了牙整形手术 手术后的张曼玉逐渐走红 却失去了一个爱她的男人 《东方三峡》也许没几个人记得这部电影了 但在这部电影中张曼玉和主演梅艳房接下了深厚的优异 影片也许没有几个人记得了 但张曼玉,梅艳房,杨子琼真的成了东方三峡 张曼玉不仅现代装漂亮服装也充满了飘逸的美 这是在已经成为经典的影片《东斜西毒》中的造型 张曼玉曾经说过 当影后谈何容易 我向来以拍摄商业片及喜剧为主 自知能争取奖项的机会不多 还是专心努力拍戏多赚点钱 然而就是这个渣渣使拍戏没有远大理想的张曼玉 却平集电影《软灵玉》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虽然时代不同,命运不同 软玲玉的人言可畏不会再让一个人了却此生 但花瓶女也是张满玉遇到的变相的人言可畏 在软玲玉中张满玉把人言可畏和自己 在应谈花瓶女的委屈挣扎一股脑的借软玲玉之可抒发出来 泪眼朦胧的张满玉感动了世界 这部软玲玉为她赢得了柏林影后的桂冠 她也成为第一个获得国际影后的中国女人 这个时间早于拱立平级秋菊打官司获得威尼斯影后的时间 张满玉从此与众不同 张满玉混迹娱乐圈多年 收获了很多大奖 金像奖 金马奖 堪成 柏林 蒙特利尔 艺术成就奖 等都有她获奖历史 而且都是一等一含金量很高的最佳女主 此外她还是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大使 除了拍戏 张满玉时尚方面也很给力 2008年被英国媒体誉为影响世界时大时尚明星 张满玉混迹娱乐圈那么久 目前还是中国国籍 真心难能可贵 其次 她是国际巨星 她不靠好莱坞也能拍摄国际大片 宇宙润发 成龙 张子怡 李连杰完全不一样 她最经典的荧幕形象 莫过于甜蜜蜜中的绝较女子 她还是花样年华李美到极致的女子 她还是望角卡门里的纯情少女 她还是青蛇里感爱感恨的小青 她还是新龙门客栈里独居韵味的老板娘 无论是穿古装 持刀枪 还是筑起刀 游走于风乐唱上 她都能够出色地完成表演使命 宛若一位千面女郎 从影多年 她扮演了一系列复杂的人物 并且相当深刻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她通过细微的眼神 表情和动作来传达女主人公内心的情感波澜 演绎事业外 张满玉热心公益慈善 2007年 参与发起女性创新与梦想基金 2010年 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大使 张满玉获奖数量涵盖十余的国际影展 1983年 获得香港小姐亚军出道 1989年至2001年 共获得四届台湾电影金麻奖最佳女主角 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和一届台湾电影金麻奖最佳女配角 1992年2月拼级 软玉获获得第四十二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2004年 五月评级清洁 获得第五十七届 砍成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1997年 受邀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成员 1999年 受邀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成员 2007年受邀担任堪成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成员 1998年 踏上巴黎时装周基台专业奏秀 开启了华语影星参与国际顶级时装周的先例 2008年 被英国WGSN评入影响时尚界的十大明星 同年被Vogue授予时尚偶像大奖 2004年 9月获巴黎荣誉市民勋章 2005年 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艺术成就奖 2007年 获上海国际电影节节出贡献奖 同年被纽约时报评入年度世界领坛 22位伟大表演者 2013年 单任台湾金马奖50周年庆典大事 2014年 以天命之年步入乐坛 事业顺利的 她在感情上却很不顺利 1987年 张曼玉与导演尔冬生相识相恋 1990年分手 彭尔冬生分手后 她与美国人汉克相恋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这位汉克先生竟然在媒体杂志上 赫然公布出张曼玉给自己的许多风情书内容 这一次张曼玉输掉了自己的尊严和怜引 多年后 张曼玉邪后的地产商人宋学奇 当时媒体曾经也戏称她为宋夫人 随后宋学奇的生意出现资金断缺 张曼玉就毅然地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而投入男友的公司 无奈最终男友的生意失败而公司倒闭 张曼玉的积蓄也血本无归 后来宋学奇遗情别恋上一位附加千金 张曼玉遭遇薄情狼人才两空 1997年 张曼玉与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相恋 1998年底 两人在巴黎结婚 为了洋丈夫而离乡被警赴法国放弃许多片约和广告而专注的珍重这份婚姻 谁知好景不长 不到四年这段婚姻就结束了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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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段朦胧的感情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早在90年代的时候,梁朝伟和张曼玉就开始绯闻不断了,两个人常常把戏内的感情延伸到戏外,两个人在戏外经常联络,也经常聚会。 在那个美女云吉德时代里,张曼玉不是常的最漂亮的女孩子,但却是长得最清纯净利的女孩子,尤其是她的性格比外形还要可爱得多。 张曼玉与梁朝伟早在入行之初就暗生情愫了,梁朝伟曾对她母亲说过,她最爱的女孩子就是张曼玉了。 张曼玉在美国长大,骨子里既有东方美女的金石,又有一国女子的风情,曾经让梁朝伟沉沦不已。 有人说张曼玉是一杯红酒,红酒醇厚而优雅,常常令人回味悠长。 但可惜这段感情终是无极而终,正如开篇所说,张曼玉是梁朝伟不合适的时间里出现的红颜。 不得不说,张曼玉这一生足够传奇,足够励志。 任平贤有巩俐后有张子怡的夹击,张曼玉以她之性的美,以她不一庞大导演从花瓶女起家的奋斗历程,成为众人崇拜的对象。 在众多女明星眼中,张曼玉才是她们真正的偶像,真正奋斗的目标。 也许多年后,人们提起张曼玉,还是会记起这个17岁出道的包衙妹,一个平级个人奋斗蜕变成一举手一头足都散发着无穷魅力的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